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引这一章节讲什么内容 你看前面我们首先谈到了哲学 哲学在告诉我们中医的理论框架 它是如何构建起来的 人为什么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的一个整体观 那么在脏象当中 我们谈到了五脏六腹齐横置腹 以及各个脏腹之间的关系 它是我们人体最主要的一个构成部分 然后再加一个经络 在经络的网状的结构的联络之下 人体的五脏六腹齐横置腹 以及它的什么 五官五体五花五智 形成了一个网状的五大系统 在五大系统当中是以心为主导的 那么精气学锦业 它讲的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 生命活动的基本卧着 所以所有的前边这部分内容 等于是我们把中医认知人体的生理状态 说明白了 生理状态清楚了 后面会出现病理状态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原因 它可以由人从生理状态转变为病理状态 这就是由病因引起的 所以病因主要要告诉我们大家的是 人为什么会生病 什么原因导致了人体发生疾病的内容 中医学的病因当中有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外感病因 这里的外感病因 是和我们下一节课要谈到的内伤病因 相对而言的 中国人常常有这么一句话 说天作孽有可树 自作孽不可火 这个话听起来非常难听 但是大家要注意 中国人有时候讲话呀 这个话很糙 但是他的理儿可不糙 天作孽 那也就是自然界给予的这些东西 自然界本就存在的这些问题 可能有时候我们挡不住 它本就存在 一旦当我们的机体的正气亏许了 它就会侵犯我们人体 所以你挡有时候也挡不住 那么我们只能怎么呢 主动的去适应自然界 提高我们人体 应对自然界这些血气的能力 我们这部分内容就叫做外感病因 从外感受而来的 那么为什么这些病因是从外感受而来的呀 因为它自然界本身就存在嘛 时时刻刻我们人体和这些病因都是并排相走着了 当你人在大街上走的过程当中 旁边的细菌啊 病毒啊 一群就把我们包围着来 所以这些东西都叫做外感病因 那么内伤病因呢 它是和外感相对而言的 那是由于我们人体自身的不注意 所出现的一些的问题 我们今天先来学习 自然界当中本就存在的 能够导致人体发生疾病的原因 我们把它叫做外感病因 外感病因当中分为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 我们把它叫做六吟 既然要谈到六吟 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叫做六吟 六吟它是和六气相关系的一个词 所以首先要明白的是六气 六气它指的是自然界当中 风寒暑湿灶火六种正常的气候 比如说在春季的时候 刮风刮的比较多 这是一种正常的气候 到夏季的时候呢 天气比较热 到长夏季节的时候呢 一个是热有了暑 一个是自然界比较潮湿 有了湿 那么到秋天的时候呢 秋灶秋灶嘛 所以自然界本就存在的风寒暑湿灶火 这六个气候六种气候现象 我们把它叫做六气 那么六吟 从明从明字上来看 他讲的也是风寒暑湿灶火 但是在风寒暑湿灶火的后面 一定要加一个字 叫做血 所以六气里边讲的是风 而六吟里边谈的是风邪 六气里边讲的是火 而六吟当中呢 讲的是火邪 所以什么叫做六吟呢 它指的是自然界当中六类 一定叫做六类 千万不要把它叫做六种 是六类 什么东西啊 外感的病邪 他们的总称就叫做六吟 关键的词在这儿 哪儿来的 从外感受而来的 什么东西 血气 竟然一谈到了血气 血气就叫做不争之气 所以我们不是有个词 叫做歪风血气 歪风就是不正的风 歪就是不正 说这个人的脑袋有点歪 那就是脑袋不争 说这个人的身子有点歪 说这个人的身子不争 说这个人的心眼有点歪 那心眼就是歪了 从生理上来讲 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偏心眼 偏心眼偏心眼 但是不干太歪了 太歪了就出问题了 所以血一定是和针相对而言的 它能够侵犯人体 导致人体发生疾病 所以中医里边也常常把它叫做什么 虚血 贼风 它不是我们人体应该有的 它现在来了 来了就叫什么了 贼 我不欢迎你吗 而且是怎么来的呀 我们自己不知道 它悄悄的来了 所以把它就叫做什么 虚血贼风 这是我们所说的六吟 它讲的是六类 外感冰邪的 装肠 在这个地方要特别强调的是 六吟 它本身就是说中医学这个外感冰淫当中的 它采用了一个思维方法 这个思维方法特别的重要 只有把这个思维方法搞清楚了 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把中医的病因搞明白 否则 我们就把中医的病因学歪了 这个思维叫什么 叫做取香 比类 很多同志如果系统的听了我们的课程 大家对这个词绝对不陌生 我们从隐阳到五行到脏象到经济学谨液 无处不谈取香比类的思维 比如说在内经当中也好 在后世的很多中医的古典医疾当中也好 说什么叫做六吟 说隐就叫做过度 中国的哲学讲的是中庸的哲学 叫不偏不血 保持的是中间 所以你看我们在阴阳当中给大家谈到了 阴阳要怎么 阴平阳密 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 五行里边也是这样 讲的极有的相生又有的相克 生中有克克中有生 维系着他的生克 制化的相对平衡态 所以中国的哲学 它是一个中庸的哲学 那么中国的人也是中庸的人 因为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庸的文化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的哲学是中庸的 我们的文化是中庸的 而我们的人也是中庸的 这主要和我们这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不是讲的你家生活在海边 你就可以 肆无忌惮的 去在海里边 维持你的生活 说你家在秦岭山边上住着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破坏秦岭 然后满足你的生活 不是这样的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讲的是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 当然这个地理位置就包括了它的什么呢 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讲到的 它的精度 它的纬度 它的海拔 它的气候 它的地势特点 包括它的地貌特点 等等等等 决定了这个地理位置上生活的人的什么呢 它的人文和它的生活 比如说大家都说南方人吃米饭 北方人吃面条 这有个习惯吧 谁决定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说南方人先喝汤后吃饭 北方人先吃面条后喝汤 北方人还说我喝的是原汤 画的是原汤 这叫什么 这也叫做人文生活习惯 说北方人男同志比较豪爽 叫汉子 所以人家南方的男同志怎么 比较心一 为什么 水土决定的人文习惯 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土地 去看看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 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是一个半封闭式的大陆海洋式的地理位置 这么一个地理位置 决定了我们这个地方怎么 有这么长的海岸线 后边又是内陆地区 所以我们尤其是北方地区 尤其是秦岭以北 它的气候特点就是一个季风式的气候特点 你看看我们这个国家的土地 从西边到东边是T级分布的 西高东低 西边叫高原 是吧 高原高原下来才叫做平原盆地等等 所以这样我们的气候特点是一个季风式的气候特点 而季风式的气候特点常常是由谁决定的 天决定的 季然界决定的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文化 形成了一个中庸的文化 哲学观形成了一个中庸的哲学观 文化和哲学观孕育出来的人 就成了一个中庸的人 尊古的人 上农的人和务实的人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这样讲 我学这个东西干什么 我学这个东西我要用 学以知用 那么我们这学员们来学的中医基础理论要干什么 学的中医学干什么 学的东西是要用 在哪儿去用 可能我们去用它并不是要给别人去看病 但是我们把它用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养松 我们可以预防 我们可以保健 上有父母 下有子女 中间是我们 一头单两条 都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自古至今 在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不销 作为儿女的不学医学就叫不销 你学点医学知识 老人们有个什么样的小问题 你自己可以解决掉 这就叫做孝 所以不学医学国际是不孝的 那么从这个文化传统上来讲 我们所有的学员 大家都是孝的 因为我们在学习中医 同时我们在学习中医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在继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丰富我们的内涵 在提高我们的修养 何乐不为 一举三德之事 一是三有之事 是不是 都不是一举两德 三德之事 那么这个隐呢 你看我们讲的是中庸 隐怎么了 隐是过度了 过度就怎么了 过度就不好了吗 所以过度的意思之外 还有一个意思叫什么 那就叫做不急了 一方的不急 必定显得另外一方相对过度 所以你看我们在隐阳学说当中讲到了 隐生阳生 胜了就是胎过了 所以我们叫做隐生则汗 阳生则热 病理状态吧 那么反回来来讲 如果说他不够了呢 阴虚了 或者阳虚了 那么一定就会显得另外一方多了 所以阴虚的时候呢 应该是在这儿了 你阴一虚显得阳多了 所以叫做阴虚则热 又是个病理状态 如果说阳虚了呢 显得阴多了 叫做阳虚则汗 还是个病理状态 所以多了不行 少了也不行 多了叫阴 相对而言少了也叫阴 所以由于把这个阴子是这样来定义的 所以六阴就有部分学者 自古至今就有一些学者说什么 说六阴呢 他讲的是六七过度了 六七过度了 那么还有一句话 从内经当中来的一句话 他叫什么 叫做非其实有其器 什么叫做非其实有其器 就是说不是这个季节 而出现了这个季节的气候特别 本来到夏天了 天气应该很热了 但是突然间在六月天下了一场雪 和痘蛾还没关系 这就叫做什么 夏天应该热 但是它突然间冷了 冬天应该冷 它反而很热了 这就叫做非其实有其器了 所以古人常常用非其实有其器 这一句话来解释六阴 有错没 没错 什么时候没错 两千年以前没错 一千年以前也没错 但是放到今天就不准确了 因为人们的认知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是吧 认知越来越精细 所以你还是用这种宽泛的 宏大的官去认识这个卧着 就有可能出现偏差 所以如果说在内经时代 在难经时代 在重经时代 甚至在李时珍的时代 你说六阴叫做非其实有其器 那么当时就是正确的 如果你站在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你还把中医里边的六阴 叫做非其实有其器 最起码 如果考试一百分之的话 你只能得十分 你九十分我得给你扣掉了 因为他已经不能这样再讲了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 在读古人的东西的时候 在理解我们老祖宗 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的时候 一定也要有一种 欲识拘禁的思想 这样你才能不断的 把老祖宗那个人内容怎么办 不断的丰富 不断的完善 在他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 不断的给予他新的内容 时代的内容 这样才符合科学发展观 否则 老是把老祖宗那个东西拿过来 把这个老祖宗是这样说的 那叫做你古 我们要尸古 但是绝对不能尼古 否则我们就会陷入了什么呢 陷入到不思进去的泥潭当中 但是你不尼古 你也不能随便在那个地方发挥你的想象 那也是不可以的 必须在老祖宗这个给我们留下的框架当中 合理的 有序的 正确的 去认识他 所以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 就是什么 叫做 大家的意见归意见 个人的意见为捣乱 是不是 你不能说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你一个人这样认为 人家大家都不这样认为嘛 虽然说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但是你不能说就你一个人是个智者 人家别人都是个愚者 这样也不对 对吧 所以如何来理解六吟 从古至今 自内经时代 对中医当中病因的认知 他就采用的是取香笔类的思维方法 这个方法是怎么来的 香吗 取得香吗 啊 取得香什么样的香 首先取的是患者的症状 首先是患者的症状 那么患者的症状有一组 那么患者症状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一群症状 好了 我把你这一组症状放在这 那么你这一组症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我们就在自然界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老百姓习以为常的熟知的现象当中去找他去 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跟他相似的 哪一个东西的表现出来的相和他相似 这两个合起来 他越等于也好 他等于也好 那么我们说这个人发生的这些症状 他就是这个东西引起的 就是这个词儿引起的 所以我们中医里边所谈到的六吟里边的风寒鼠尸造火 讲的是什么呀 和前边说的木火土金水一样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五行当中讲到了木火土金水 此木非彼木 那么这个地方所谈到的风寒鼠尸造火的邪气 此风非彼风 此火非彼火 所以他们也就成了一个符号了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有一个患者来找我们看病来了 一进门子 我们一看 这个人走路有点颤颤巍巍 坐到这个地方 我们问他 说你怎么了 你哪不舒服呀 这个患者就要给你告诉你说 我哪那地方不舒服 我怎么不舒服 在那个患者给你说话的过程当中 他的语言不流畅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又看见 看见什么了 看见他那个手在这样颤抖 好了 这个患者走路有点颤 手有点抖 偶然间这个头可能还抖两下 那么我们再问他 说你自己感觉到身上有什么感觉没有 患者说 哎呀 我有时候感觉到我身上好像有个虫子在跑 同志们来注意 手在颤抖 有些人颤抖的还比较厉害 就这样颤抖呢 有些人还是这样颤抖呢 有些人还是头这样颤抖了 是不是 那么他还告诉了说 我身上好像有个虫虫在跑 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什么样的现象 都表现出来一种动 动而不拘 那么人民就在想了 哎 这个人这是个症状 我们怎么把它搞清楚呀 在外边一看 哦 刮风呢 刮的是尾风 那个树枝子就这样来回轻轻的摇 刮的风少别大一点 那个树枝子摇的就幅度就大一点 如果是狂风 那个树枝子摇的就更厉害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叫什么 这个人怎么了 中风了 所以这个人的病急就叫做风 因此大家这个症状大家特熟悉 老百姓都知道 一见到有一个人了 两个眼睛斜了 嘴巴歪了 鼻子歪了 流哈拉水了 说怎么了 中风了 为什么呢 歪了 为什么把中风 歪了叫中风呢 一刮风 树枝子歪了吗 叫中风了吧 那么还有人这个手在抖 老百姓说这个人中风了 是不是啊 那么还有些人怎么了 发高烧了 发烧发得好好的 抽 往回边抽 那我们中国人又叫什么 叫抽风了 那么这个疯子是从哪来的 这个疯子就是从患者的争装 类同于自然界疯的像 所以我们把患者的这种表象 和自然界的风的表象 进行了比类 哦 它两个物质是一类的 所以我们就把自然界的风 这个词抽象出来 作为一个符号 代替了这一类人 发生疾病的原因 所以这个人怎么了 收了外风了 说收了内风了 明白了 再比如说 好多人可能随上起过疹子 忽然间 觉得胳膊上面有点痒 痒了吗 你自然而然的就去脑了 这样一脑 怎么这地方 咽脑就得其他地方也一样 一看 哦 这个地方起了个红红的一片 然后再一看 这地方也起了一片 再一看 浑身到处都是一片一片的 凸起来的 高于皮肤的 高于皮肤的叫什么 中国人讲 高于皮肤的 摸的时候 爱手的 就叫做 疹子 那如果没有高于皮肤 摸的时候也不爱手 我们就叫做 斑 所以有些人讲了 说医生啊 我脸上长下斑了 你用手一抹 你把眼睛闭住 你用手一抹 你能摸出你脸上长出斑了吗 摸不见 为什么呢 因为它并没有高出皮肤 那么斑是怎么发现的 看见的 它的颜色和周围的皮肤的颜色 不一样 所以它没有高出皮肤 那么如果说高出皮肤来了 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摸见 比如说这个地方 蚊子鸟了一口 凸起皮肤来 那我们不用眼睛看着 手一抹 这个地方怎么高了呢 那就叫疹子 所以你看 这个地方起了疹子了 一挠 这些地方都起来了 浑身都起来了 痒得有厉害 来得很快 可能去的也很快 你看 来得快 去得快 而且起来的时候呢 它不是在一个地方起来 它可能很快就遍布了我们人体的周身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冬的香 冬的叫什么 就叫疹 那么这个疹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而我们是把自然间缝作为一个符号 说这个人这个疹子叫什么 是缝的疹子 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有了一个词叫做疯疹 而中国人讲的疹疹 就是今天西医学里边讲到的嵌麻疹 大家也把它读成寻麻疹 所以就用人家西医的讲话来讲 寻麻疹是怎么来的 国民性疾病 那我们中医里边讲什么 疹邪 为什么把它叫疹邪 因为是感受了缝邪而导致的这个疹子 那你说这个缝邪是刮风引起的吗 自然间刮风引起的 匪骑是有骑气 不应该刮风你刮风了 所以我起疹子了吗 不是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中医里边的六吟邪 去的风寒鼠式造火 理解成自然间气候的异常 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同志们 沿海地带 尤其是福建呀 台湾呀 广州呀 浙江呀 像这些地方 大家都疯了 因为动不动来一场台风 那风可大得很 挂一场台风 大家都疯邪 挂一场台风 大家都中风 能不能这样讲 很显然不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寒邪 就是自然界的寒 天气太冷了 那你到西伯利亚去 大家都寒邪 苏联人还不过日子了 每天寒邪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风寒鼠式造火 这六类邪气 它只是借用了 只是借用了自然界 风寒鼠式造火 六种气候的那么一个词 把那个词拿过来 作为一个符号 一个词代表了一类邪气 怎么化的泪 去相比泪的 所以中医当中所讲到的六吟邪气 千万不要再把它理解成 非其事有气气了 那么它道德指的是什么 中医里边的六吟邪气指的是什么 风寒鼠式造火指的是什么 它在有一些情况下 可能和气候有关系 可能和气候有关系 但是它更多的情况下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自然界当中本身就存在的 比如说细菌啊 病毒啊 病原微生物 包括物理的化学性的致病因素 比如说这个人今天感受了什么了 感受了感冒病毒 今天早上感受了感冒病毒 感冒了 那么他在头疼 流轻鼻涕 咳嗽 咳白痰 我们说他是凤寒之心 没有好好治疗 下午这个感冒变成什么了 还是个感冒 但是他又成了什么 硫黄鼻涕了 咳黄痰了 不怕冷了 而是发烧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成了风热之邪 邪其实可以转变的 可以转变的 再比如说 这个人在实验室当中 做化学实验的 一不留神 一底儿流酸 溅到手上去了 那么这个手上这个地方 疼痛 灼热 红灼 再严重了 可能还碳化了 烧焦了 什么邪气 祸邪 所以中医当中讲到的凤寒鼠是造火之邪 它和自然界的气候有一定关系 但是他更多的讲的是物理的化学的病原为生物的致病因素 这样去理解才真正的把我们中医的六吟邪气搞清楚了 来最后看一看六吟邪气 它侵犯人体 它的 致病的 特点 既然这种邪气是自然界当中的邪气 我们把它叫做外感病邪 所以他侵犯人体 必定具有着外感性 也就是说这种邪气侵犯人体从哪里侵犯 从外边开始侵犯我们的人体 那么从外边开始侵犯我们的人体 前面我们可是讲过藏相了 藏相当中讲得很清楚 什么地方在外边 凑理吧 皮肤吧 而皮毛是谁管的呀 肺主皮毛嘛 所以这些外感六吟邪气从外来侵犯人体的时候 首先犯肺 因为肺主皮毛 由外道理 由浅入身 一步一步一步往下传 所以大家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在肺当中 我们讲肺有个别称叫做骄藏 肺为骄藏 一是讲到他的质地 一是讲到他的质地 二是讲到他不耐寒热 也就是说他不耐受寒邪热邪 而那个地方讲到的寒热 它是一个呆词 寒热之邪 他替代的是阴阳之邪 那么也就是他不耐受外感的病邪 为什么刚说过外感病邪由外道理首先反飞 这是我们所说的它的外感性 其二一个呢 它有着一定的积节性 积节性 六吟邪气虽然是自然界当中本就存在的细菌的病毒的维生物的这一类的邪气 但是所有的生物 那么你就是个微生物 你也是自然界的产物 既然你是自然界的产物 因此它也必须和自然界融为一体 也必须受到自然界的调控 所以所有的微生物侵犯人体 它也有着自己的积节性 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这样讲 我说路上的小草啊 小花啊 小植物 包括小猫 小狗 小老鼠 包括我们遇到了细菌病毒 微生物 给我们人是什么关系 跟我们人都是亲子妹关系 感冒病毒是我兄弟 立即感觉是我兄弟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母亲 地球 自然界 是不是 然后你就讲了 说为什么那个你 你说你和感冒病毒是亲兄弟 为什么感冒病毒还让你感冒你 亲兄弟也有闹别扭的时候 是不是 我这会身体不好了 人家就要打我 亲兄弟就不打仗了 打 所以说和平共处是常事 偶然间发生点矛盾 也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感冒病毒生气了 把你侵犯一下 明天立即干净就侵犯你 那也是你兄弟 后天再来一个金黄色葡萄球卷 鸟你一口 这个地方就肿了 就流浓了 都是我们的亲兄弟 有什么大不了的 和平共处 最好 所以我们人是应该迎合自然界的 那些细菌病原微生物 它也是自然界的儿女嘛 它也必须符合自然界的发展规律 比如说到春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 天气逐渐的在变冷 还是比较潮湿的 但是天气呢还是蛮热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兄弟就跳出来了 立即干净 他立即就跳出来了 自然界当中他就多了 这个小兄弟多了 你得注意他 他多了他就成 多了他就不好了 所以你得防离住他 怎么办 买个西湖室 买个黄瓜 买个瓜果 回来洗干净了 吃饭吃得干干净净的 加加热 你不敢把昨天晚上的饭生下以后明日再吃 你今天生下的饭 你放在那地方没注意 就是你放到你家冰箱也不行 咱们有个小兄弟 叫他立即干净 他车就跑到你我饭里边去了 你明天一吃 把这个小兄弟吞下去了 小兄弟说 咱俩应该手拉手的走路了 你凭啥把我吃了 一吃了我就给你闹别扭 好 拉立即 出事了吧 春天的时候有多少人拉立即 冬天的时候有多少人拉立即 少吧 为啥 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多 因为在这个季节 这个小兄弟他特别活跃 是不是 所以所有的邪气 他都有着自己的季节性 由于他有着自己的季节性 所以在他自己的这个活跃的季节性当中 他侵犯我们人体就多一些 机遇就大一些 所以外感病因的发病他有着一定的季节性 当然他还有着什么 环境性 什么叫做环境性 你比如说现在有某一些地区 每天战乱纷纷 是不是 好多地方有没有来不及掩埋的尸体 好多地方有死亡的动物 苍蝇蚊子一大片 那你说这种情况下什么疾病 爱发生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当中 有两个垃圾池子 每天藏颖一群 你说什么问题爱发生 所以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大疫 就是大灾之后一定有大疫 比如说大的战争 大的洪涝灾害 大的自然灾害 包括地震等等 一定会出现大疫 所以你看 当我们国家某一个地方出现异常情况的时候 比如说那个地方这段时间发生洪水了 那么发生洪水以后 我们在抢险的时候 救灾的时候 什么人必须去 疾控中心的人必须去 所以大家把车一开 猫子一呆 口罩一呆 水糊糊 药糊糊一杯 去撒药 干嘛 防医 防医 为什么 和环境心有关系 和环境有关系 另外一个呢 他还有着相间性 大家都是亲兄弟 凤鞋和寒鞋是兄弟 凤鞋和使鞋是兄弟 凤鞋和造鞋是兄弟 凤鞋和火鞋也是兄弟 就是这六个兄弟之间 关系都挺好的 他常常侵犯我们人体的时候 他不一个人来 他两个一块来 甚至他三个一块来 尤其在这六个学习当中 疯是最坏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贼疯 最坏嘛 所以他和谁最坏 其实是人家的性格最好 然后谁都合得来 封近年遇到韩了 说韩 走 咱俩俩把他侵犯一下 他把韩又拉上走了 明天遇到一个灶 他说灶 咱俩俩再把他伤害一下 他又和灶结伙来了 他和谁都能结伙 是个万人迷 所以我们中医里边叫什么了 叫做封为百病之长 他和谁都能合到一块来 所以两个两个的发病 甚至有时候三个一块来 这三个里边还少不了封 封寒诗邪 所以内经当中讲得很清楚 封寒诗三气杂志 合而为欢 视为必正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关肩疼了 肩关肩疼 膝关肩疼了 说怎么了 老北京说 这个人可能是关肩炎 那中医里边叫做必正 什么原因引起的 封邪寒邪诗邪 在谁的怂恿下 贼娃子的怂恿下 贼邪的怂恿下 封邪的怂恿下 封邪说 含邪诗邪 走 咱三个人一块 把这个人的膝关节 把它收拾一回 过来就出现这问题了 所以他叫做相间性 还有一个性质叫什么 叫做转化性 什么叫做转化性啊 就是说邪气 它有时候之间可以发生转化 比如说含邪 它可能会转变成热邪 而热邪呢 也有可能会转变成含邪 失邪 有时候于耳可化热 最简单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今天早上感冒了 感冒了怎么了 感冒了 头疼 浑身怕冷 温度还可以 略微有一点点烧 流的是轻鼻涕 咳嗽的是白痰 叫做寒邪 没有及时吃药 也没有休息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到下午 严重了 不怕冷了 浑身发烧 体温很高 同时呢 流的是黄色的鼻涕 磕的是黄色的痰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热邪了 这就是上午感受的凤寒之邪 凤寒是邪 又凤寒邪 由于你没有及时处理 它向你走了 游表入里向你传 传到里边怎么了 鱼而化火 寒邪转变成热邪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在讲到中医的整体观的时候 我们曾经谈到一个异病 同病抑制的问题 同样是一个感冒 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 它表现出来的正好不一样 因此我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这就叫做同病抑制吧 为什么同病抑制呢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邪气可以发生相互转化 好了 同学们 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谈到了病因当中 外感病因的六银邪气 在这地方要需要特殊特别强调的是 六银邪气 它指的是六类外感的病邪总成 虽然他们叫做风鞋寒鞋鼠鞋 是造血火鞋 但是那个地方的风寒鼠是造火 它和自然界的气候没有直接关系 它成了一个什么了 成了一个符号了 风鞋后面代表了一类原因 寒鞋代表了一类原因 都是一个符号 那么这个符号是怎么来的 是取向的笔类的抽象出来的一个词 那么从整体的六银邪气上来讲 由于他们都是外感的病邪 所以他们的发病有着一定的共同特点 外感性 季节性 环境性 相间性和转化性 我们从总体上对六银邪气 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后面我们就会对每一个邪气 它是什么样的性质 它有什么样的致病特点 它侵犯人体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慢慢的就把大家引入到 能够自己把自己那点小毛病 给看清楚的境界当中了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儿